走线客路上拿出的钱是很多美国人都拿不出来的 当然有一些借钱走线的除外 但是针对那些用着名牌包 带着名牌手表 拿着iPhone手机的那些走线客 他的装备比那些边缅的美国警察都要好 这种人他肯定是被忽悠了 他可能有钱但没出过国 这样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走线 所以阿多尔走的这些绝对是错误的决定 但阿多尔现在不免签了 首先威迪玛拉没有跟中国建交 没有使馆 但是你去第三国找威迪玛拉的使馆肯定办得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先去泰国之类的 我不知道泰国有没有使馆 但是你就是上网查一查威迪玛拉的使馆 其次有日钱 美钱加钱生根钱都是可以免签墨西哥的 你不要从中国费 中国边界是说了美人的变态 然后你有美签是可以免签菲律宾齐田的 但是中国边也不放行 他会莫莫其妙的就是盘问你 为什么要出国 他就不想让你出去 你去上基州岛 你都会被盘问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是从中国费来墨西哥的话 墨西哥的边界也会就是审查你 所以你从第三国费 你办个生根钱或者日本钱你从就是日本或者生根那些欧盟国家你去飞墨西哥会好一些 然后也有加拿大签证办下来了每天没办下来的案例 我周围就有他每天前没去加拿大给他过了 就是这么的 我不知道加拿大外交官在想什么 我也不是外交官 但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就是加拿大签证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你是能办下来的 这样的材料是真的 就算你每天没去的加拿大也会给你过 这样的 有人说什么加拿大去美国很冷啊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哪条线 但是温哥华离西亚图走路就到了 一点都不能 夏天哈 夏天一点都不能 但我不能帮你哈 这样是重罪 帮助别人偷渡的话 你要是能来温哥华你自己去 从加拿大陆路进入 美国的审查是非常松的 但是这儿的人是不能帮你的哈 这是犯罪的 行李可能都可以帮你带过去 但是你自己人自己得走过去 如果你没有美国签证的话哈 九千路上宏都拉斯 哥伦比亚这些国家 它都是很穷的地方 它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拒绝游客的 当然墨西哥除外 墨西哥签证 你要办的话 可能你中国不知道 它会审查你 但是这路上的很多小国 没有那么难办 你绝对可以合法 办个签证进去的 不要觉得恶阿多尔免签 你只能去那 这个是就是不合 就是逻辑的一个想法 之前有一波 就土特大利出奇 基确说大利他家 一个月六千美元 温饱的成问题 在美国什么概念 我跟你说 美国合法的卡承斯基 一个月才赚八千 你把他人力扯淡 你没过去都没去过